国际拼连杰克公开赛结束了最后一个项目南达的争夺,国拼最后的赌苗郑培峰,在1-2落后且受伤的情况下,坚决不认怂,反而连番三局上演大逆转,最终4-2祭拜了葡萄牙选手弗雷塔斯成功夺冠。 这也是郑培峰职业生涯里,首次获得国际拼连巡回赛的南达冠军,国拼又一颗星星在冉冉升起,这次杰克公开赛国拼主力马龙、白震东、许欣、张继科、林高远全部缺席,经过资格赛的比拼之后,只有张玉东和郑培峰山入了正赛,张玉东在第二轮遭到英格兰选手皮基辅特逆转击败, 郑培峰成了国平南队的独猫,但他越战越勇,在半决赛4-1祭拜皮切福特,为马龙和张玉东复仇成功。 决赛面对葡萄牙选手弗雷塔斯,郑培峰在前三局1-2落后,而且遭到了肌肉拉伤的困扰。 关键时刻,郑培峰展现出了男人的一面,他拒绝认送,而是缠着绷带一眼带伤展开了反击。 他连续11-7、11-8和11-6连班三局,最终一总比分4-2上演今天一转。 即败葡萄牙选手弗雷塔斯,获得了男单金牌,由于马龙、白震东、许欣、张继科、林高远等助力都没有参赛,因此杰克公开赛开打之前,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国平能拿到这枚男单金牌,尤其是在只有张玉东和郑培峰杀入正赛。 而且这又早早被淘汰的情况下,郑培峰能一路练习杀入决赛夺冠真是太牛了,算上资格,赛。 郑培峰在本届杰克公开赛,一共取得了九连胜,上一战保加利亚公开赛,国平在马龙首轮出局的情况下,许欣最终一路杀入决赛为国平拿到冠军。 这次杰克公开赛,国平在马龙,取信退赛的情况下,又由郑培峰一路逆袭,杀入决赛。 今天逆转夺冠,这就是国平的强大底蕴,而郑培峰在伤病面前的超强意志力,也是一直叫想要赢国平的张本质和索梅把比的。